我和我老公是在大学期间认识的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同班同学 渐渐的对彼此都产生了好感 因为他不想离开我 但同时又不考虑到如果和他回去没有房子住 然后他就选择了在我的城市里和我们一家人居住在一起 我和我老公在定亲的时候 我们回到了老家去看望我的公共婆婆 当我第一次来到他们家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家过得真的非常的贫穷 公共和婆婆居住的房子竟然还是六七十年代 用砖累起来的那种小贫房 顿时间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当初我和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 我家的人就不同意 觉得他们家非常的穷 将来嫁到他们家之后一定要吃很多的苦 但是我不管我的父母怎么反对 我都始终坚持和我老公在一起 于是我的父母没有办法就同意了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在我和我老公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我就怀上了小宝宝 我妈觉得回到婆婆家去环境不是很好 于是我就和我妈妈回家了 然后在孩子满月的时候 我就打算不通知他们了 可是我不知道我老公是如何跟我公共婆婆说的 在我刚出院三天的时候 我婆婆竟然从老家带来了很多的土特产来看我 当时我婆婆来的时候拎着一个黑色的袋子 然后到了我们家之后就立马把袋子打开 原来是一只老母鸡已经死掉了 然后我婆婆就解释说 坐在车子上小鸡一直在叫 没办法只好把鸡给掐死了 我妈当时一听就立马走了出去 我见我妈这个情况我就跟我老公说 现在也到吃饭的时候了 你带着婆婆出去吃饭吧 可是我妈这个时候却突然给了我一个眼色 我妈说如果你看不惯的话 你就带着孩子和你公公婆婆一起回你婆家去吧 从此以后都不要再来我们这儿了 我当时见妈妈脾气非常的不好 于是就跟婆婆说 你赶紧看一眼孩子就赶紧回老家去吧 毕竟晚上的时候 我妈还有好多的客人 她忙不过来 我婆婆一听我这么说 就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两千块钱给我 她说这次来的时候 和我公公一起卖的土鸡蛋攒下来的钱 就当做给孙子买东西吃了 我起初是不打算收下 但是我婆婆她非常的酱 没办法 我只好把这两千块钱给收下了 于是当我婆婆在我老公在客厅聊天的时候 我把一万块钱偷偷塞进了我婆婆的篮子里 心想着这一万块钱就当做这么多年 都没有回去看望他们老个老人的一些补偿吧 当我婆婆回到家之后 发现这一万块钱就给我打了电话 我就跟她说 妈妈 这一万块钱你就拿着用吧 毕竟结婚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做好一个儿媳妇去孝敬你们 每年过节都没有买东西给你们吃 这钱你一定要收下 我婆婆听我这么说 立马就哭出了声音 婆婆也是妈 还该孝敬的 还是要孝敬的 你们觉得呢 我都没有 cargo 我对你的我们觉得你感谢 也許是一点的 不过是何人满意 我对你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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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你来说 我对你来说 不过是你来说